你知道吃對食物也是綠色生活的一種嗎? 歡迎來到 這季吃什麼 我是Sharpina 跟Lori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 青皮柑橘 Lori你知道青皮柑橘跟橘皮有什麼差嗎? 差在哪 差在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橘色 認真 你知道我熟嗎? 因為南部比較熱嘛 然後天氣比較慢變冷 所以綠皮的它雖然外面看起來好像還沒熟 可是它裡面已經熟了 看北部的就比較多橘皮的 就吃起來一樣嗎? 吃起來差不多 只是這個皮會比較澀一點 但我們今天要用這個橘子做出 橘子果醬 好 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步驟 先把橘子抹鹽 洗乾淨 剛剛已經拍好了 請看VCR 第二個步驟 可以選一個比較漂亮的橘子 然後呢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可以把它剝開 我現在要把橘皮切絲 好香喔 超香的 因為現在是橘子的殘季 橘子的殘季像南部啊 這種青色的是10月到12月 所以我們的主題才叫做 這季 吃什麼 如果收視率好才有第二集 不然走一集 先播出一顆 那我這個是懶人的做法 因為有另外一種做碼是 我們可以拿橘子 然後用這個削果的去慢慢削 因為這樣就比較不會削到它白色的部分 因為白色就是橘子皮苦澀的來源 就像削蘋果這樣子 把它丟到你的碗裡面 熱水嗎 溫水 泡水 然後我們等它一下 我覺得好久沒有出外景了 這個甜葉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錯 而且這邊空氣很好 你可以趁這個等它皮泡軟的時候呢 把我的橘子都剝開 皮只要一顆就夠了 皮只是幫助提味 我現在要來處理它 把它裡面的紙跟白白的地方全部弄掉 這裙子可留的真的滿好吃的 你不偷吃一個 我也要 切完的果肉先放在旁邊 讓它休息一下 接下來要輸入我們剛剛泡的皮 然後出我們的糖尺 把白白的地方全部刮掉 Abbie又有像刮前跟刮後 就是刮過的才是白白的 要記得刮到像這樣子才不會苦苦的用 你刮下來的是不要的 白白的 對 因為它就是苦苦的來源 可是我們一般吃魚子可以吃那個 白色的纖維很健康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果醬 所以要把它刮掉 泡過水的魚子皮會比較好刮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泡水之後再刮 要泡多久呢 大概十分鐘 剛剛刮完的橘子皮呢 我們要把它切成絲 這樣熬煮的時候呢 會比較入味唷 都切完絲之後呢 我們要來再做一次浸泡 讓它色味再消除 然後再撒一點鹽巴 鹽巴可以把它上面的酸酸的東西去 稍微去除 然後這樣沖洗 沖洗一般 洗完的皮就可以放進鍋子 你準備開始拌炒囉 我先加入大概十克的冰糖 好 到它滾了之後呢 我們的小武器 加入一點點檸檬汁 檸檬汁的作用呢 是綜合它的酸鹼性 然後讓它的皮保有它水果的顏色 好 這時候就可以慢慢加入 我們的橘子囉 可以先加入小片一點 大半的可以最後再加入 好的 大概收到這種程度 好 狗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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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最後加入檸檬汁囉 讓它收汁啊 記得要放在耐熱的玻璃館 第一個 鮪魚鮪魚 接下來第二道 鹽烤橘子 據說鹽烤橘子 對感冒非常有屌效 可能是因為它又富含了 維他 C 首先 先在這個洞口 畫一個圈 要在中間喔 然後呢 在中間挖一個口 注意不要穿到底部 中間挖一個口 可以裝得下鹽巴就好 把鹽巴倒進去 都塞完鹽巴之後呢 放入烤箱 或使其炸骨 10到15分鐘 就 大功告成啦 主要就是我們的橘子三件土 橘子果醬土絲 橘子果醬氣泡水 還有鹽烤橘子 我們來乾杯吧 耶 讓我們一起 吃 浪季 不還季 下期見掰掰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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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感應節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嗯 嗯